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参加NACPAN webinar 我是主持人张强 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 能源电力界的大V 廖宇 跟我们聊一聊 能源转型的话题 廖宇你好 你好主持人 你好我是廖宇 廖宇你要不要跟大家 先打个招呼 好 感谢各位 这个美国的朋友 包括今天可能也有 中国和欧洲的朋友 我们非常高兴 今天能利用 这一次在线讨论的机会 这个结合我20年 在这个电力行业的一些经验 给大家分享一些 我们这个行业 新的信息和新的看法 好的 谢谢大家 好多谢 如果我们现在是 德语观众 你怎么用德语 跟大家打招呼呢 你说德语是吧 没问题 对 好 好 听懂了 就是不知道说的什么 那在这个讲座开始以前 我想有几件事先跟大家交代一下 第一件事就是最重要的 现在是疫情期间 希望大家都做好防护 然后美美的同学做好隔离 我们自己都做好自己 希望这次疫情能够很快过去 然后大家都安全全的出来 那第二件事就是 首先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话题 今天所讨论的观点 都只代表我们个人的观点 不代表协会的观点 我们也不对 我们所今天所讨论的内容和信息 负法律责任 我们也不保证信息的完全正确和有效性 只是一些个人的交流 第二点就是 您参加我们今天的讲座 就默认我们会对今天的讲座 进行录音和录像 并且我们保留对这些录音和录像 进行编辑 处理 转发的权利 如果您不同意的话 现在就请您退出今天的直播 好 基本就是这两点 然后第三点就是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活动 今天是由Lawrence Livermore 国家实验室的黄灿研究员 策划的一场直播讨论 内容叫能源转型2020 你准备好了吗 就是讨论一下在新技术革命的背景下 电力行业受到哪些冲击 未来我们会有哪些挑战 然后我们电力发展的趋势 未来是怎么样的 就这些话题进行一个交流 我们很有心请到廖宇 来进行这一场有趣的交流 那今天的活动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 廖宇会给我们带来15分钟的精彩演讲 然后我跟廖宇会进行一段对话 大概时间是半个小时 然后我们就把问题开放给大家 如果您有问题的话 可以举手 我们的工作人员就打开您的麦克风 然后请您提论 或者您也可以把问题写在对话框里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帮您读出问题 那最后呢 最最激动人心的一段就是 最后我们会请出一位特殊的神秘嘉宾 跟廖宇和我三个人进行一次对话 内容就是在新技术革命下 那个人在这个 尤其是从事电力行业的个人 对于个人的发展有什么机遇和挑战 有什么考虑 那这位神秘嘉宾是谁呢 请敬请大家期待 这个事我连廖宇都没有告诉我 所以这个事一会儿廖宇你也会比较惊喜 行 那就我们把时间交给廖宇 好 非常感谢宇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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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宙 不同角色工作的经验 给大家呈现一下对过往的电力 包括对未来主要的一个思考 那么一开始呢 我们也是还是要看一下我们整个的电力行业在中国 这20年最主要的发展 应该说电力行业在任何国家都是按照 发输配送四个环节来这个进行运转的 那么我们国家以前是合在一起 后来02年开始做常网分离 就是把发电厂和这个电网分开 后来也想搞电力市场 但是到了05-06年电改就没搞下去 因为有很多的阻力 然后这个国网的实力在08年冰灾了以后 逐步加强 直到15年国家觉得这个电网和电厂虽然分开了 但是效果还不是很好 因此开始发力 发了9号文 9号文到今年3月15号正好是五周年 所以这段时间也很多人到我约稿谈这个事情 应该说这五年换了一个方向 从配送分开开始作为抓手 但效果怎么样呢 这个应该说只能说这个进展 还是速度很快 但是质量一般 所以呢最大的体会是在我们这五年来 在中国出现了很多新的电力行业的角色 比方说增量配网的公司 做电公司 这个包括一些这个做电力交易软件 包括很多服务的公司 那从这20年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电改的大潮来讲呢 应该这么说 这个所有国家电力市场 这个包括这个我们讲市场化的这个电力体系 就是16个字 常网分开 输配分开 配送分离和这个电力市场 那从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经验 法国是一上来先把输配分开 德国是一上来先做配送分开 到常网分开 这两个国家到现在都没有做得很好 美国也没有完全把常网分开 中国是先上去做常网分开 然后一步一步的走到后面 据说输配分开也有可能进行 进行不到 这16个字 我觉得在各个国家都有它不同的入口 最终的目的是一样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应该说中国现在走的当口 刚好是常网分开已经基本上做定了 输配分开做了三年 成绩一般般 但是至少在做 电力市场现在在现货市场的门口 输配是否还要分开 那是以后的话题 所以我们对这个纵向的 这20年的这个过往 要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那我们横向再来对比一下 这是在中国的各个传统产业当中 每个行业不同的 这个ROE和这个PE倍速适应率的 这样一个 这个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出 这个从当期 就是现金 这次回报来讲的话 银行业 是比较强 但是从长期的这个发展 这个来看的话 建业 主要让我们去理解 电路这个行业 在跟其他的传统行业对比的时候 我们属于那种当期回报也不高 你看才5.8个点 也就是说你100块钱放在里面 一年只能给你5.8个点的回报 那还不如存余额宝或者高一点的理财 那么从长期来讲 电力板块的这个 这个PE的倍数和所谓的市场对它的期望 也就是说这个企业从生到死 可以给你带来多少倍的这个盈利的回报 你的期望值 也就20到25 电力行业一般都是这样 那相比于软件业 你看一下打开我们所有的股市 你看一下软件业的市盈率 上几百倍 上100倍200倍的多的市 对吧 这个说明电力行业的想象空间也不大 当期的回报也不好 所以在这个角度上来讲呢 就是我经常讲的 我们要去研究一个行业 这个行业的本质非常重要 亚马逊的老板 就说电子商务和零售业的本质 就是三条 第一价格越便宜越好 第二物流越快越好 第三存货越少越好 所有的这个行业 电子商务行业 都是按照这个规律去遵循的 谁能做到好这三点 哪怕一点 它就是一个成功的企业 那我们电力这个行业的本质是什么的 肯定不是像很多人想的那样 比方说很多人 尤其在国内的时候交流 都会说我们电力的行业 就是为了安全用电 包括经济可靠 但是 你们是不是有点阻碍啊 这个PPT 是不是有点没拨到下面的一点 然后呢 这个 电力行业从商业的角度来讲 并不只是安全可靠供电这么简单 从商务投资 就是你从投资钱的角度来看这个行业的话 第一条电力行业 全世界都是这样 投资回报基地 所以没有人跟你玩 所以你垄断 第二你不但投资回报低 你还要重资产欠意 就是你要花很多钱 投几十亿才能搞个电厂 几百万钱 你的美元包括人民币 对话去都没什么反应 第三 就是专业门槛还很高 就是你的人员 肯定要一二十年才能成为一个 这个好的技术主管 中等技术人才以上 不像人家搞开网店 或者是做第一打车 做输入车的 一两个月上岗 马上就可以开走 我们一个电工都要培养三年 所以电力行业 在这种极为挑剔 这个这样的一个标准之下 那它就变成了一个自由垄断的行业 所以呢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我们必须知道 我们所有国家尝试 做一些电力改革 和做一些创新的时候 它永远是朝着 背离这三条的方向 比方说 我们这个行业 有没有投资率高的 有 比方说我们的光复站 储能现在有七到八年的回收 这就很快 有没有不需要 重资产牵引的 有 我投不起一个百万技术电厂 但是一个充电桩 只要三千五千人民币 我干一百个桩 也就几百万 一千万人民币 我还是玩得起来 有没有专业门槛 稍微低一点的 不知道怎么高的 有 新能源也低 然后的储能这些也偏低 然后呢 这个受电就更低了 这个跟我们的电力工程 跟我们的调度比起来 技术含量 基本上可以不了解 电力系统都可以做 所以 这也是新能源 包括我们看到的电力市场 配色分开了以后 出现了很多 新的公司的特色 原因 就是这个本质 在其作用 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新能源 我们来看一下 这张图是德国的20周年 这个20年 德国新能源的这样的一个 总的这样的一个energy mix 应该说 德国现在新能源的比例 已经超过百分之四十五 在我十八年前 零二年到德国的时候 那个时候德国也就 百分之四百分之五 左右的水平 然后那个时候 大家一开始认为 百分之二十 就不可能超过 现在已经远远的达到了 最初设定的目标 那么我们伟大的中国呢 这个也是当仁不让 这个目标也很宏大 现在中国光伏和风电 加在一起 已经超过三亿千瓦 而且已经占的比例 不算水 就已经将近百分之二十了 所以它这个速度很快 这个光伏一点八个亿 一点七个亿的装机 在五年前 2015年 14年的时候 还只有大概 一千万左右的装机 那也就是说 这五年就翻了一二十倍 所以中国这个速度 还是非常的快 那么整个的中国的 能源供应的 应该说在2025到2030 会达到一个高峰点 因为这也是我们讲 碳排放以后就要 慢慢的 慢慢的这个 减少了一个途律 到了2050年 一次能源的60% 都会被新能源所覆盖 那么这是一个 很雄伟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那么为此相对应 除了加强新能源 补贴和新能源那些建设呢 电力行业的都电感 这个电感呢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五年开始 从一开始在广东四点 然后放开电量的20% 再放开到工业 商业 今年准备把商业电 全部放开 明年后年 现货市场 就是除了居民用电以外 可以所有的电都会放开 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整个国家的电力市场 应该说属于是 推广的速度非常快 然后呢 不到三五年的时间 就已经站到了 现货市场的入口 现在我们看到 已经有将近 这个三星增加送电公司 三万家企业 所有的电厂 基本上都已经接入了 从交易品种来讲 我们伟大的中国的设计 的风格一向都是 别人国家有的 我一定要有 别人国家没有的 我争取也能有 而且还有做特色 那么不管是年度的 月度的 这个日前 包括日内的实时交易 各个品种 中国都有 包括挂牌 双边 都有 集中交易都有 对吧 然后八个省当中 广东 福建 包括浙江 这东南几个 已经开始进行模拟运行了 很快 这个今年应该 这个已经开始结算 进行到现货市场 这就是 那么除了电 以外 另外在综合能源 包括能源互联网 这个概念 谈得也很多 那这个概念呢 也许大家都有说耳闻 就是通过这个新能源发电 然后呢 这个到了这个电网以后 有更多的编辑成本 为零 因为新能源的一个 从经济的角度来讲 它最大的特色 它的marging cost 它的编辑成本是为零的 没有燃料 没有fuel cost 那么它就有很多 多荣誉的这样的一个 并到电网的可能 那么为了更好的消耗 这些编辑成本为零的 就需要有更灵活的 用电的方式 因此在这个情况之下 储能 storage 包括我们的 power to heat power to gas 包括核电动车的 这个V2G 包括所有的这样 需求车的这样 DSM 这些东西都是 在能源互联网的背景之下 很快的成长起来 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应该说整个能源互联网 一个最主要的核心的 这样的一个理念 或者说它的一个principe 是什么呢 就是把分布式能源 和需求车的 这个需求 用数字化的方式 是智能的高度 实时的结合 来产生更多的商业模式和可能 那么用我的话来说 这句话是我说的 这么多年一直都只有我说 其他人没说过 就是电会重新的呼唤出 它是24小时商品的这样的一个属性 现在在中国也好 在很多国家 批发和零售是隔开的 实时的价格和最终的价格是隔开的 即便在其他的地方 就是现在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 我们也无法做到 电力及时的生产成本 马上和你的终端价格对 区块链出来的时候 是有可能的 实时的市场 包括这种出来之后 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这个是我们一个未来的方向 那么应该说现在来讲 最大的难点是它相对比较跨界 这个行业呢 不管是在哪个国家 数字化呀 包括跟能源多种综合能源 包括互联合化 来发展的过程中 遇到了总体的问题 第一就是多元 人难找 第二呢 就是大家并不很关注这个事情 因为电呢又不是很贵 又经常不停电 所以呢大家都觉得 为什么要花这么大功夫去搞这个改革 所以呢这就是它这个问题 但实际上我们对下 电这个行业和电信 在中国20年 包括在很多国家的改革 你会发现电信领域 遇到了我们当年 现在现在电力行业改革 同样的问题 但是电信 它就走出来 包括它把它自己变成一个平台 然后更多的人 在这个平台上 采取他们的这样的一个 运营商的这样的一个服务 最后服务更多的 customer到c段 所以实际上我们 很难避免这样的运营商 被管道化 也很难避免 整个的这个业态被互联网化 这就是我们讲的一个 很重要的关键词 就是OTT的业 就over the top 就是你是运营商 但是我们最后的商业模式 不撩你 直接越过你 去服务到客户 你就是一个被管道化的基础服务商 这个就会带来很多改革的变数 那么整个能源互联网 创新的重点 包括最近这个几年看到的重点 除了发电端不同的模式以外 这个和工业4.0 包括和这个机器人 包括人工智能的结合 是越来越多了 最近有些疫情发生以后 大家也认识到 产业互联网 一个很重要 这样的一个优势 对吧 能够更快的转展 比方说一个厂 说生产口道 马上就可以生产 这就是工业4.0 最基本的萌芽状态 储能和电动车 也是未来的发展 一个重点 包括对需求社的一些反应 这个呢 是最新的一张PPT 就是我们国家呢 在这个遇到了疫情以后 经济涮退 迅速的推出了一个叫 新基建 其实呢 就是所谓的infrastructure 这样的一个建设 然后呢 只不过加了一个新制 这个一看就是互联网的人忽悠的 互联网在忽悠 最近在忽悠什么新零售啊 新物流啊 这个新医疗啊 就这些 那么 你会发现 这里面这个特高压 是自己可以主宰的 充电装是可以自己主宰的 除了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轨道的交通 因为还有一些配电 是配合以外 这个5G 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和 微信互联网 都是在店里面的行业的公司 可以重度参与 所以这个呢 应该说 也是我 重点 待会儿可以给大家讨论 未来发展的一些机会 那么应该说 我们现在这个档口 我经常问大家一个问题 就是 我现在做电改 和我 和我15年前做 和我15年前做 20年前做 有什么不同 我们现在做的电改 包括我们店里的创新 和10年前 这个德国做的电改 最大的不同是 当时他们是 新的源要起来 没有人做过 他有很多问话 我们现在做呢 这个固然也是问题 但这个不是大问题 因为有人已经做过 现在没人做过的是 物联网 要取代互联网 数字化 要取代信息化 这个事情没人做过 在数字化的背景之下 物联网的背景之下 就所有的设备 都是连在一起来 不光是智能电表 我所有的电动车 这个用电的设备 开关 包括我的后面的 这个用电器 所有用电的数据 和它的profile 包括它的一些 一些整个的 energy data 我都可以 我都可以看到 我都可以想办法连起来 而且他们还可以 互相通信 这个我们以前没玩过 这个远远超过了 智能电网 所涉及的范畴 所以这个档口 对我们来讲 是一个很重要的 挑战 一个challenge 那么最后呢 也是我给大家做一个 相对的一个展望 也是我一直觉得 我们将未来的十年 要用心的去回答 这三个问题 第一就是电力 到底能够有多互联网化 它毕竟 不管我们对互联网 多么的青睐和这个期望 它毕竟是个传统行业 是不是每一个环节 最后都会变互联网化 就像我们说的 哪个商务 电子商务 是不是到最后 每一个环节 都是变成互联网化 商店里面没有人 无弊支付 包括各种 不见得 它一定会留下一个区域 最后还是传统行业 起重要的角色 所以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就是电网公司 能做得多开放 我们都知道 传统行业电网公司 相当之保守 基本上最保守 就是电网公司 但电网公司 现在每个都号称 自己很开放 要搞新的员 storage 各种DSM 所以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可以 拭目以待看 第三就是 这个绿色的电力 Green Power 是不是真的是 未来世界的 百分之百的左右 换句话来说 每一个新生事务 都要面临这样的挑战 就是在你 一开始 踏过了一些经济 变成了一个世界上 流行的一个 新的形式的时候 你怎么样在你 快速的到达 商业模式的 神熟期 就是可以赚钱的时候 同时还能避免 被比你更新的人淘汰 这个东西 其实就是摆在我们 每个这个中年人 面前的问题一样 怎么样在你中年的时候 40岁左右的时候 快点往上爬 赚更多的钱的 同时还不要 被下面年轻人给取代 每个人都会遇到 这个问题 可能你的这个 这个正当年的时候 正两三年 所以你还得把它搞好 那么 最后呢 也是我给大家经常讲 也是分享一句话 就是我越认识到 Energy Transition 就是能源转型 它不光是一个 简单的能源的变化 它是一个整 整体的 社会运行模式的转变 它能不能搞成功 取决于你的人文认知 和科学精神 够不够 那么在这个里面 这个时代 真正起竞争力的 就是我们的开放能力 因为我们要接触到 很多其他的行业 要学习很多行业的 这个知识 就像我现在经常了解 水泥行业啊 玻璃厂啊 生产过程啊 工业互联网 否则的话 你没法去跟他做 他的DSM 所以呢 这是我们 湖北人 给武汉加给油 也希望大家 在疫情期间 保重身体 这个 我们这个 多交流 通过在线的方式 这是我们的交流方式 这个我们 也说一下 三川一日月同天 希望大家身体健康 我的短短的介绍 就完成了 谢谢主持人 好 多谢 多谢 我听你演讲 我觉得特别有感触 我特别期待 今天跟你聊天 是因为我觉得 你是我们电力领域很少的 就是具有互联网思维的人 我特别欣赏你能够跨界去思考这个问题 而且能够有很敏锐的这个触角 能够感触到这个社会所发生的一切 那我想就是 在我们聊天以前 我想是不是 你先给大家看一下 你这个T恤上画这四幅画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四幅画也没成了 就是表示一下 每个星期的一个心情 然后代表着我们搞电 因为我以前做Dispatcher 包括做这个Trader 这个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这个我们对数字和对图现 都会偏敏感 这个很正常 我明白了 就是数字化时代 尤其是数字化时代 我们如果是做Dispatcher 做交易 包括做调度的 每个人都有好几块电脑 天天要看很多的这个信息 然后这个 我今天也基本上给大家 也是按照这个方式来操作 对吧 也准备了一些这种材料也是这样 所以给大家带来点这种气氛 谢谢 谢谢 好 那我刚才听你讲 我觉得有一点特别有感触 就是 我们能源 我们电力行业要发生转型了 肯定是因为这个 社会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 它在推着电力行业发生转型 就是电力行业估计 不转也不行了 所以一定要转了 那我想第一个问题想跟你交流的就是 就是就像你的这个微信文章里说的 这个能源转型2020 就是在这个大的社会背景 包括你刚才说的 这个互联网化 市场化 市场化 以及这个各种绿色能源的推动 还有这个新技术的革命 就是推着电力系统进行转型 那么你所说的转型 大概就是你觉得 那样电视系统会向哪方面转 或者你希望它会向哪方面转 那转的目的最后又是什么 就是为了能够活下来吗 还是我们也有一些更高的一些追求 好 非常感谢主持人这个问题 这个之前给我一个提纲子 我觉得这个问题肯定是个必打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能源转型到底是转什么 其实很多人都问过我 其实呢 主要是转三个事情 第一 就是我们的能源 以前是化石能源 从发电到来讲 我现在把它转成renewable 那renewable不光是一个干净 其实干净这件事情 跟我没有太大关系 就是跟我们能源转型 关系不太大 这个干不干净 说句话核电锁电也挺干净 对吧 这个并没有什么大样 主要的一个问题在于 可在是能源转型 从商务的角度上来讲 它是margin cost为零的 就是编辑成本为零 这个就是李福晶在第三次工业革命和 零编辑成本社会里面的两本书里面讲 还非常有道理 就是李福晶这个人说的这些话呢 还确实有点道理 就是当一个商品 他的这个编辑成本为零的时候 他所在社会中起的这个角色就突然变了 就是他就突然变成了 我多用甚至是浪费 甚至是我的效率不高都无所谓了 反正我取之不尽用之不尽 这个时候你就不会考虑那些很鸡毛的事情 就天天想我这个油什么加少一点啊 那个东西怎么样搞效率 你的任务不是这个 你的任务放在用户端 放在usage那一侧 这个就不一样 然后呢这个时候你想的就是 我在用户端多搞些互动 怎么样传来储具发财 或者是这个回供电网 然后这样来玩 这个时候呢 这个性子就会创造出很多的商业模式 所以这个从编辑成本为零 这个我们可以思考一下 这个是很大的一个转发 第二个转型 是整个我们这个电力行业 以前就是传输一个产品 Electual City到你家发光发热 这件事情就那些互联网也是一样 以前我们就是给你布个光纤 让你可以上网 但是你后来发现整个行业后来变 它靠的是这个网一旦建成 我就不再花心事在这个网本上了 现在没有人来跟你反应说 哎呀我这个56K 128K 3M光纤 应该怎么弄有什么技术问题啊 我这个应该怎么老是会有干扰 信号不好 有人跟你谈这个吗 没人跟你谈这个 对吧 然后你只会跟你谈 就叫OTT 就是我越过了整个的这个服务的这个黑盒 我怎么样来通过这个发明一个低打色的模式 发明一个更好的这个商业模式 资付 移动 移动 综合的服务 物流 我怎么借助这个来 不能 所以这个 是整个行业要面临的一个重要的角色转据 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第三 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能源本身 只是先开始电力行业局限在这个 这个店这一侧 等到前面两个都完成了 发电端和用户最后的终端 这两个都变成高度的市场化 并且有了这个基于可腾肯定的模型之后 人们会突然发现 这个时候电本身 是不是还浓缩在现在这样一个 你想现在电各国的消费的比例 一次能源就占30% 然后呢电说句实话 在很多地方 就只要全世界的所有的车都不是烧电的 这个东西 说是把它都连接在一起了 但它依然还是有限 当然比100年线还是强了很多 那电本身 它也面临一个转型的状况 就是 如果以后所有的能源消耗 基本都是靠电来完成 而电本身又是最容易 自动化 素质化 这样一个东西 那它包裹在所有人的背后 就是怎么样用素质化的东西 来控制反馈和影响这个世界 这个当下这个变形 我个人认为是接下来 二三十年最重要的 我觉得应该是到2050年可以完成 所以综合来讲 我们以 就是我们用 更大的时间精度的窗口 来看待时代的实陆 你有时候会发现一些完全不同的结论 就跟你用更长的时间来看待股市 你会对股市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看法 你把二十四季 1900到1999年的100年 如果你经济乐道于哪一年哪一呀 发展这个电视机飞机 你会觉得好像很无头绪 你不知道这人类的100年干什么 但是我告诉你你以50年的手段来看这个100年的话 你就会突然发现 从1900年到1950年 这50年全地球的人只做了一件事 三个字电气化 从1950年到2000年 这50年 全世界又只做了一件事 叫性气化 你仔细想一下 其实很有道理 这100年就干了这么一件两件事情 那我们如果从2000年到2050年 这50年 让我们的孙子再来总结一下 我们这50年又干了什么事呢 很有可能我们一开始经济乐道 什么互联网啊 什么各种啊 苹果手机智能啊 你都觉得那都是五年十年窗口要看的事情 真正50年留下来痕迹的 很有可能就是三个字 互联网 或者说数字化 有可能是这样 这是我的结论 但是要活到我们2050年以后再说 对吧 也许我们全部人类 今年搞不定口号呢 这个病毒全挂了 也不是没有可能 那就留下来就是三个字 我们就再生新冠病毒 我的意思 如果科技层面来讲的话 这50年窗口 怎么去观察我们这个转型的社会 是一件很值得说 是好的 对 好 多谢 那你刚才聊的这一点 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说 因为这个零边际成本的可再生能源出现 还有这个infrastructure已经就位 然后新的业态的发展 可能很多都是依赖于这个新的商业模式的创新 那么不可避免的就会导致新一轮的市场化 实际上美国包括中国都在进行相同的类似的改革 那么在这个市场化的过程中 我想可能咱们刚才聊的就是倾向于商业模式 倾向于应用场景 出向于用户的需求 那我们电力的最根本的特性就是它的可靠性 就是我们是假设我打开开关就能灯就能亮的 然后我们在我们在电影公司工作整天口号就是keep the light 那以后在如果人人都可像你说的 人人都可受电或者在普遍的商业化 普遍的这个市场化的情况下 你觉得可靠性的方面人们会怎么去考虑 我们是不是以后有可能把可靠性也定一个家 然后就我花多少钱就买多少可靠性 我如果觉得我就想便宜的用电 那我就可以忍受一会儿断电一会儿停电 我家里装一变强 你觉得我们未来会向哪方面发展呢 对我觉得主持人问你问的非常专业 我这也是经常讲 就是我们每一个行业都要考虑一件事情 就是我这个行业所涉及到的这个东西吧 这么多东西当中有哪些是可以拿来卖钱的 就是跟最后的最终终端的这个商业模式有关 我们这个店这个行业 从一开始爱迪生西门子他们搞出来到现在 拿出来卖钱的就两样东西 一 Energy 就是我们讲的一个kWh一度电 就拿这个 这个已经占了主流的主流 第二件事情呢 有卖的 但是大部分老百姓不知道 就是power 就是我的容量店家 比方说我这个变压器 蹦的给你 然后按照容量我得收你钱 电铺店家我也收你钱 这个一般都是大的用电户 按照工业和商业的用户 上了一定等级的 比方说 十六招富安或者多少才给你用 我们店到现在为止了 他们卖来卖去就卖了这两个东西 那有没有其他可以卖 当然有 这个东西应该怎么说 这个东西就跟赌球一样我们经常说 你赌输赢那是最low的赌法 人家都是赌上半场有没有人出红牌 下半场多少个角球 裁判会不会追打队员 队员会不会脱了衣服庆祝 这就是我们讲赌场里面的标底 我们店这个行业还有哪些标底 可靠性 可不可以标底 可以 我的来源 可不可以是百分之占多少比例的绿色电力 像德国也是这样 如果是百分之百 你可以跪点钱 对吧 这个可不可以 可以 那么以后还有 那我如果是这个 比方说如果我是小电网 我自己是一个自己的microgrid 我自己自主 如果万一我从大电网拿电 我是不是要多贵 多付一 那我平常我就可以少付你的输赔电价 但是如果万一我用的话 那两个小时我要付你很贵的价 这个转移性 可不可以付费 也可以 那我们这个电行业还有什么可以付费 其实有很多 对吧 就包括我对这个安全 可靠性 包括我的经济性 包括我的来源 这个东西都要慢慢的把它丰富起来 那你这个后面终端设施就丰富 这件事情其实就等同于 我们以前在困难的时期 我们吃个牛肉 基本上只要能吃就不错了 反正大概都是这个价钱 也不会管 现在你去看看吃个牛肉 那什么叫顶龙 什么叫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脊椎上的肉 里脊或者是各种不同部位的 来自神户的 来自哪里的 都有不同 这个如果区块链 如果我们讲这个数字电子认输 包括这些都完整的话 那确实有一种可能 那我就真的是可以指定 分蓝的这个这个冰水 龙化的这个水电站 这个发的电 直接干到我这里来 然后我为此我要多花什么钱 然后多花什么样 服务 所以这一件事情 从某种角度上来讲 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电力市场 和电力运营的体系 是把所有的东西 管你猪肉牛肉鸡肉 炖在一大锅 然后最后按金卖给你 然后你就很痛苦 不精致 以后要搞出更高的商业模式 我们怎么样把它玩得更精致 我觉得你说这个很有意思 就是给大家开了很多脑洞 然后开了很多应用场景 然后我想大家回去以后 看看还有我们的发财的道路 这个廖宇已经给你指明了 那下面这个问题就 我想就是跟你个人的背景 结合一下吧 因为我们大家知道 就是你在这个系统里边外边 然后国内国外都干过 甚至最近有回国 也参与了这个创业大潮 还赶了一波这个国内的电改 然后你在这个微信文章里提到 有一点很有意思 就是你说电网公司实际上 有一个甲方思维的优势 就没有必要去干一些乙方的事 完全可以发挥这种优势 但我好奇就是 你所提的这个甲方思维的优势 到底是什么 然后你觉得未来 在新技术新环境的改变下 电网公司怎么样能够发挥这种优势 来更好的去适应这种变化 好这个是对未来的一个思考 就是因为我在甲方和乙方都干过以后 比方说我在西门子包括在电网公司 干过以后我就发现 这个因为我们行业为什么说 要特别看重甲方思维 因为我们这个行业是垄断的行业 而且我们这个行业的甲方在各国都很牛逼 就是你很难在别的行业找到这么恨的甲方 对吧 他不光是恨 他也很自信 他也确实很有power 那甲方和乙方思维比较起来有哪些不同的 第一 甲方人从来不自己干事 你会发现好多乙方就行不成这样的习惯 他动不动 比方说他干个什么事情 他就想 我组个团队 然后搞个研发 弄个产品出来 卖给别人 甲方从来不是什么想法 甲方是想给我搞个像 然后招个标让20家企业来投 最后我看看哪个企业做得最好 我就跟他合作 大不了我收了他 这是甲方最主要的思维 他不想亲力亲为 但是他一定要放在我眼闭底下让我看 让我可以可控 他也不在乎说是什么事情都要一共 一定要自己做才能够可控 这就是甲方思维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第二呢 甲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就是以防做一个企业 经常是我做一个一年的业绩 第二年我清零了 我得从头开始 甲方不一样 甲方是每24小时 每年都做这些 我们讲叫operative 他是做operation 那包括 这个机场啊 这个高铁啊 包括像这个石油啊 包括像这个能源啊 电力啊 都属于这种典型的甲方 就是他每天都有很多事情跑过来 他就是坏的话 你不用担心失业 只要人会运转下去 每天都有这些事情发生 你不像以防 你会有很强的这个危机感 你会觉得我这个东西 今年就算我今年卖了一万个电话 给我出去 明年我也可能一个都卖不了 对吧 所以这个很重要 那也就是说甲方对这种危机感 对产品的更新换代的认知 是不如乙方 但是反过来说 他也要求你有一个能力 就是你不要想那么多 来冰来降到水来土淹 这个你一定要能搞得清楚 第三 也是也是这一点 就是我发现 这个对甲方的思维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甲方一定要会玩生态 就甲方要非常清楚 我怎么样踩着乙方 把我的水平垫高 然后呢 又要让乙方之间互相争斗的很来劲 然后还有这些咨询的 比方秉方或者学校 然后个人这一套 怎么把它玩起 就是玩生态这件事情 很多乙方也挖不来 反而是这个做operation的 他更会的 你像国外的 你像英国包括像欧洲 很多这种在OTC 做OTC markets 那都是一堆发展机团 外围跟着一堆生态的企业 这个 你会慢慢发现 这个像华为 他就开始慢慢学习 这些移动运营商 怎么样来玩生态 怎么样来做这件事情 对吧 你比方说 这个苹果 他以前是乙方卖东西 他慢慢把自己变成个甲方了 他的这个全球供应商的采购 包括整个的这样一个体系 把这个生态玩损 他把很多人都会把它当作 是一个大的甲方 所以我甲方的思维 他不是一个贬义 也不是一个传统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关系的界定 我谈的重点是 你要成为一个优秀的乙方企业 在这样的一个 这种我们讲 在平台上竞争为主的 这样的一个时代 你要怎么样更好的学习 你甲方的一些优势 更快 更有效 也更长远的 保证你的竞争优势 这个是所有的乙方 或者想搞创新的人 一定要去 一定要去这个努力 借鉴和学习 这说的很道理 这个突然让我们在电力系统工作的人 很有很有这个共鸣 尤其是像我本身在这个研发部门工作 像我们经常会跟院校啊 包括实验室啊 这些研究员进行合作 那我们在跟他们合作的过程中 可能就是像你说的 采取一种甲方思维 我们跟他们同时做研究的过程中 我们采取的是一种学习的态度 是一种合作的态度 然后最后采用的是一种把关 就是能够这样一种技术 到底能不能用 怎么用 用在哪 可能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紧生力 好多谢 那我跟廖宇 现在我觉得我们交流差不多了 那就我们把这个问题开放给大家 然后如果谁有问题可以举手 就是这里应该有一个举手的这个方式 或者你把问题写在对话框里 我们的工作人员可以 那我们现在就请 在这个西文子工作的法秒同学来帮大家协调一下 好的 廖宇先生我是凡苗 那么我收集了在网上的一些听众们的问题 那么第一个问题是这样 中国的新的火电建设机组计划 对新能源的影响是什么 中国的火电机组的影响是吧 中国现在火电 基本上全中国要把三四万以下的机组全部弃掉 比如说以前的小火电 包括一些坑口电厂全部都要弃掉 然后呢 这个火电要做灵活性的改造 能够更多的深度调风 能够压得更低爬得更快 对吧 包括对这个调平和调风都要有贡献 然后整个的这些发电集团 现在已经慢慢的开始 像大唐和这个华电 已经开始慢慢转卖一些亏损的电厂 然后更多的投新能源 海上风电 这个和这个光伏 甚至是储能这样一批 所以国内的发电集团 现在的这个竞争还是挺大的 最近未来的五年 我们应该可以看到有大的发电集团 可能会有纪文的亏损 甚至有一些电厂 可以会有一个倒闭潮 这个是有可能 因为中国的新能源上得太快 好的 第二个问题 5G网络在电力系统中的应用 您可以做哪些展望 好 这个问题 问得好 但是我想重点说一下 就是我们不要把5G这种东西 变成在电力系统中的应用 这个命题是一个典型的电力行业的命 电力行业经常喜欢说 某某技术在机电保护的应用 在配电网的应用 这个5G是一个比我们更大的宇宙 我们就是个太阳系 5G很可能是一个仙女座星云 所以我们不能这样说 应该怎么说呢 5G有它的特色是什么 第一 5G因为它的覆盖距离 和它的这个特点决定 它的基站的数量会远远大于四级 所以一二三四级的方式 都是移动运营商 在城市这个level 就是city这个level 直接把它更新换单 上数万个数千个基站 然后它不管你的老百姓 想不想换二级或者三级四级 它把钱先投下去 它默认你肯定需要 然后你把它升级上 到了5G呢 第一它数量增大 第二这个造价又高 第三它的用场呢 速度这么快 老百姓用不上 所以这也就是我说的 这个5G这个技术 不是给人用的 是给物用的 是给特斯拉的电动车 是给我们的生产设备用的 它就存在一个 很重要的应用性就是 以后会出现某一个企业 比如说华为或者是微博 在它的园区 它有钱 它说OK 这个园区 我把它全部变成5G了 汉多威的展馆 这个大的机场 它都会这么做 但是你没钱的地方 比方说一般的城市里面 或者是这种一般的街道 它就可以不配这个 那这些企业在自己 既定的区域使用巨定的频段 去做5G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为了让更多的设备 能够无限的连接到网上 永远在线 速度又快 也有更多的massive 这样的一个设备 可以连进去 然后由此展现更多物联网的应用 所以实际上 我们还是要回头 就要站在运营商 站在甲方的角度 去看这件事情的话 电力公司应该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能够参与到5G的建设里面 拿你的电力 说我给你这个企业 我给你配新能源 配光伏 配储能 配电动车 配所有这一套 同时我也可以给你配5G 配这个后面的工业互联网 最后你把你的设备连上去以后 放到我的平台上 在这个5G加这个 我们讲加这个小的 这样的一个microgrid 或者是5G的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community 这样的一个grid 这样一个电网 这种情况之下 你会发现 移动的运营商和 我们作为电力的运营商 甚至和一些互联网的运营商 就是以后像阿里云 或者像这种云端的运营商 我们会站在同一个起跑线 从不同的角度 想去抓用户 我们可能每个人都有一套 智慧园区 智慧城市 智慧生产的平台 工业互联网的平台 要把别人放过来 这一件事情 我希望很多人可以去关注一下 联通和这个移动 他们也在设立这个物联网 电力物联网 或者是工业物联网的这个团队 他们做的事情和我们电力的综合能源 和我们电力去做的事情 其实类似的 在这件事情当中 还不好说 谁的竞争更有优势 但是我非常想说一句话 是其实很有可能 我觉得电力是一个机会 但很有可能 我们也被别人干掉 好的 非常感谢 廖宇的回答 下一个问题是 李祖宜老师提出的 就是 电网本身独有的特性 比如实时平衡 高可靠性等 在电网互联网化 数字化 市场化的过程中 需要咱们有什么特有的思考 当咱们把电网和电信网 比较的时候 是否需要谨慎一些 这个问题是想问 我们电网的安全性 和我们这个时时平衡 在实现市场化的时候 会不会因为某种原因 造成比方电网崩溃 或者造成 对这个供电的影响 是这个意思吧 主持人你帮我理解一下 我理解的对不对 我理解他的意思是说 这个电网 它有一些自己特有的特性 比如说时时平衡 高可靠性 那么在这个 电网互联网化 数字化的这个过程中当中 基于它的这些特性 咱们是不是有一些 特殊的一些考虑 对反正 我应该怎么说呢 这个事情其实是 应该这么去理解 就是我们电这个东西 你要是站在电子的角度 去看这个事情的话 你会就站在 每一个电子的角度 你会突然觉得 那些所谓的信息化的比特 也是我的电子 通过二极管翻转 弄出来的 如果我把每个电子干什么都查一查的话 你要传送的信息或者你给谁烧了开水 你在导线里面做了什么事发了什么热 我都可以查出来 理论上来讲 所以量子计算机一旦出来 这个事情可以点点解决 当然这个也吹牛了太远了 我想说的重点是 在这件事情上 我们原来电力系统这样的一个损失 必须平衡的特性 是为很多 哪怕行业的很多人都 没有真的深刻去理解 并且去领会 这种电磁感应的损失性 是与生俱来 但是碰到5G以后 这个短时延的高要求 可能会被放大 或者说可能会被把它搞出来 比方说 我们以前的插动保护 两边几十公里放光纤 啪一下搞过来 速度维持在十毫秒以内 能够判断故障出口 如果有了5G以后 5G虽然没有包纤那么稳定那么快 但是基本上十毫秒 二十毫秒之内 还是可以搞定的 那你就会突然发现 我以前那一套电力工程 包括插动保护 包括怎么放线 包括什么载拨通这一套 全部都结束了 我就可以多做5G 然后都可以去采用 这样的一个方式 然后来体现它的 我们讲损失包括各种 那有可能我们在这样的一个 低时延的背景之下 我们原来的所有的控制理念 和我们的控制方式 可能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我们所有搞电力的人 要回想一下 在上个世纪的95年 到2000年这个时间段 我们整个电机行业在干嘛 我们这些行业干了一件事情 把我们原来所有的模拟的继电器 就是那种 跳一下 然后搞一下那种老式的继电器 换成了数字继电保护 就是把最早的模拟设备 全都变成数字 这一次你不要小看这一次 好像看上去只是一个行业的变化 但恰恰这件事情 大大的提高了我们电网可以更大 可以更快的操控 可以这个更多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灵活性的调节 这样一个事实 在这之后电的成本包括电的运营 其实是给工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大的便利 我们不得不真的回顾中国前面发展的20年 我们制造业这么快的发展 除了依赖于我们有大量的士林的人口劳动力以外 我们从电这个能源的角度来讲 的确没有拖后腿 的确也是它的一个强项 这件事情在新人员出来了以后 像我们说的除了成本降低可靠性又提高 包括还有很多更多数字化 这个可靠性的这种灵活性的上升了以后 会不会给先进的或者新的制造业 在未来的实验中提供更多的机会 这是我们一个值得探讨的 好的下一个问题 所谓是电网的发展 您觉得后面的趋势是电力企业越来越互联网化吗 还是会有互联网公司进入电力行业 并最终抢占很多本属于电力企业的业务 我觉得是这样的 我们首先客观的说一下 首先互联网的公司像阿里腾讯 包括美国的Facebook 包括这些大公司 他们能收一下成长为这样的巨恶 都不光是独角兽的属于巨恶 他们自己也没想到 他们相对来讲 他们赚钱的模式是不能叫容易 叫做很直接很简单 包括今日头条这些 平心腕论 他们肯定看不上我们这个行业 投资回报又低 还有这么资产 人还搞得这么累 还有这么多 他们对我们其实并没有兴趣 他最多对你这个背后的数据 和你所谓的这个应用场景 有点兴趣 你知道吗 就这件事情 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心知动力 我们最多是一个场景 对互联网的人来讲 他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 就是永远 腾讯没有兴趣说 我给深圳百分之百供电 然后用了我这以后 怎么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这个东西很高级 然后怎么 我是一个高的电力公司 他没兴趣 这些人 他永远不会想来干 我们电力公司这些脏活累活 我们就是干脏活累活 这一点我们首先要明确 第二呢 就是我们这个行业 就是将来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其实电信也就是摆在我们前 这个移动啊 这个联通啊 这个电信 不管他们是不是这样的这种分割 包括整个状态 我们其实 确确实实要有一个 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意思 是什么的 就是这些电信行业 原来你想移动 当年是什么都管 多么这个彪悍的这个企业 后来慢慢被说说说说说 到今日 当年不起眼的软件公司 包括这种就在他的头上 所以头上冻土 他还要养人鄙气 他投了十几个亿搞飞行 结果没搞赢 被微信给干掉了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我们现在电力公司 每天也电力 包括国家电网 南方电网 包括国外电力公司 都在自己搞 数字化搞这种项目 说算了这个是自嗨 你这个东西 如果互联网真的 哪天出来这个模式 像特斯拉 哪天推出来 还说我搞一个V2G 去凶色管理 让我的充电车 电动车的充电桩 可以到电网去 参与二次调频 一次调频 我们自己电网公司做的 一定做不过它 这个都不用 这个都不用去设想 肯定是这样一个状态 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 一定要去想的 就是原来的传统 如果你是对原来的 电力行业有兴趣 你就被压缩在 那个管道化里面 原来的传统的 那个发书配送 电力设备供应商那一套 天天讨论是纯迹数的问题 但这个电出来了以后 怎么用 怎么怎么去使用 跟你没关系 互联网其实也是这么一条路 当年惠普康百战的时候 哪里还轮到后面的 这些软件企业 就包括微软 就包括这些像斯科 中国的浪潮这些 他们如日中天的时候 哪里轮到互联网 这些小不拉的企业 什么进入头条 什么之后 一看就是个皮包公司 自己搞出来的那一套 但是问题是 过了20年以后 当人们不再担心上网 会有瓶颈 不再担心这个速度 快不快会不会掉网 那个东西怎么怎么样 这些东西都 所有东西都已经 被抛去了以后 你会发现 那些搞终端的 就是这样的一些皮包公司 看不上其眼 人家都一下成为 快速成长的独角兽 成为巨龙 这其实就是电信这个领域 或者说互联网这个领域 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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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刺激也好 或者说一个可能也好 就是他本来就是其貌不一样 就是很low的十几个人 连大学都上不了 然后他就是能创业成功 并且把你干掉 还比你更牛 一年挣几千个亿 所以才有这么多年轻人 去为这个梦想 他才能开这么高的工资 我们电力行业作为一个 其实一百年前 我们也是这样的 我们干掉 木头干掉这些煤的时候 我们比现在的互联网公司 还要嚣张的 每天一个电厂 呱啦呱啦 就到处都是 原来那套能源 点蜡子的人 早就被我们套在脑后 我们曾经想过当年的荣光 现在只不过是 稍微测看一下别人 问题的关键在这里 就是我们在这个状况当中 你接不接受是一回事 你愿不愿意承认这个现实 有可能我们就是被抛弃掉 我们就是会被新来的 物联网的运营商 慢慢的被踩在脚下 然后他们在我们的身上 再去发财 那这个时候 你愿意 借着原来这个工业 传统制造的背景 迈向更新的物联网 还是愿意 退回到原来的管道化里面 保证既定的收益 这个是我们每个人 其实是要 包括每个企业 都要去面临的一个选择 有道理 好 我们要进行这个下一个环节 就是我们特别期待的 有一个神秘嘉宾 要加入我们的讨论 来讨论一下个人发展 那我们就有请神秘嘉宾出场 嗨 大家好 嗨 刘先生你好 我跟廖宇有一些 错过的这个机缘 我觉得是 因为我在湾区 廖宇也多次来到湾区 做过一些讲座 但是都有点失去交臂 所以今天很高兴在这个场合 那NAGPA可以帮我们联系起来 也希望最后这一个环节 大家也能够继续 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 分享我这边的一些想法和经验 或者说是教训 我稍微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我十年前有幸见证咱们NAGPA的成立 当时我是在美国电科院 我看好像那个听众里面也有前通室 在那个电科院 是在电力系统运行和规划这个项目下面 后来呢做了几年那个美国电科院 中国区的经理 更多的参与 其实是在核电这个行业做的比较多 在电网这个层面跟国网南网都有交流 但是并没有取得特别多直接的一个合作 后来呢就不太成功的在一个startup 待了几个月的时间只有 然后在新能源行业也做了大概一两年 是在美国Sunpower 应该说是这个效率和技术最好的太阳能源这个公司 那在两年前不到两年前是现在加入了苹果 在苹果的infrastructure部门 很遗憾的是很抱歉的是跟大家讲 可能专业觉得不够好 所以没有在苹果的能源团队 而是在苹果的infrastructure团队工作 或者说是你其他方面太突出了 所以一定要让你发挥一些其他方面 莎莎我想欢迎你加入我们讨论 我想第一个问题 我想先问一下你 就是你在电力行业其实已经做到很成功了 那你觉得你在电力行业工作 你觉得吸取了哪些东西给你现在的工作有些帮助呢 可不可以简短的回答一下 帮助很多 因为我觉得就说从电力行业这个平台其实很大 就像刚才廖有提到的有很多这个大局观 都会帮助你来构建你个人看待事情 思考事情分析事情的一个方向 那我简单说一点 我现在因为在这个infrastructure 就是刚才有提到国内提到一些新西大 其中的数据中心跟infrastructure是具体相关的 其实在很多这个思考数据中心的一些问题或者挑战 或者一些方向的时候 我完全可以借鉴这个在电力行业的一些想法 把它给引入进来 确切的说当时我拿到 就是说我换这个行业在面试里面 也的确确首先数据中心跟电网 就有很紧密的一个接触和交流 是依赖的 第二也是在那个面试的时候也讲了很多 通过对电力行业的一个理解 去理解这个数据中心的一些需求 有很多的帮助 所以这个地方完全是可以transfer的 这样的一些作为的方式和能力 多谢多谢 那一会儿我们一定要再跟你聊一下 你的这个经验和得失 但是以前我想先问一下 廖宇春你也包含会做电视人吗 作为我来讲的话 我是在湖北宜昌出生的 家里也是三小葛德巴集团的 所以我这一生 虽然我一直其实挺喜欢互联网 我估计着我如果不是这么坚定的一定要搞电力的话 按照我以前的IT水准的话 我99年2000年毕业的时候 混到阿里或者腾讯 现在至少也应该混到一个什么CXO之类的 但是那我肯定在电力行业 我也在这几年招了很多美国 50岁可以逐步的上 享受这种稳定的成功的感觉的话 其实电力行业是一个既稳定还是不断有创新 你也有才能一定可以去发挥出来的这样的 我倒是觉得就像刚才这个珊珊讲的 其实这个都不冲突 我也现在阿里也招很多电力专业的人 苹果搞这个NNG的人 我也认识他们在这个贵州搞这个数据中心的时候 iCloud的时候 他们也是跟我们谈过 他也很专业 对新能源 对这些FPA都很熟悉 其实他们也有他很大的专业性 所以这些东西功课的东西 到哪都还蛮相同的 这一点我倒是一点都不怀疑 对 像哪个学习 对了 苹果那你今天来 我想是不是这种目的是跟大家分享 像是你自己的这个经验得失 对 我非常同意 就是说电力行业其实是一个 相对而言稳中有挑战 有机遇的一个行业 对于对电力行业有这个讲法 和有这个热情的人 非常值得大踏实实地去研究 有一点就是说 一个对自己要了解 我觉得这点很重要 就是说你看中的是什么 比如说你看中挣钱 就像刚才说的 可能在前期三五岁之前 电力行业回报率会很低 那你是不是愿意做这个投资 你愿意更愿意得名 比如说 那你是要做什么样的方向的研究也好 或做什么样的这个事业也好 或者是什么样的产业也好 你去得到这个 或者你有权 或者是你有其他的等等 有影响力 就是你可能稍微多多想一想 你自己更看重的是什么 但是很多时候我觉得 这个至少从我个人的体验来说 现在年轻人可能会好一点 就是在我们那个时候教育下来呢 可能很多时候这一方面 想的并没有那么多 就是自己其实也不太清楚 自己要什么 这个时候我觉得 最简单的一点就是 把你能做的事情做好 我觉得这个是永远都不会有问题的 在你能够多想的时候去多想一想 你想选择什么 在你不太清楚的时候 那你就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有个时候你回过头来一看 这些事情都帮助让你到后面 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 在你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 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说 不要太过的去纠结那过去的事情 去稍微想一想 总结一下总是好的 但是就说 人生吧有起伏 我刚才那个廖宇那个T恤里面也有上上下下的心情 对吧 所以这个总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 我觉得是你有一下子一个心态的时候 你可能往前走就会 不能说容易很多 但是至少心情上和这个态度上 会轻松很多 就像我刚才前面也说 我也在一个startup待了一段时间 几个月啊 就没有workout了 那我知道廖宇其实也是回国去 经历了一startup 然后现在也出来了 那如果你想跟廖宇交流一下对人发展 你会想跟廖宇交流一下哪方面的问题 我觉得我可能想交流的就是说 有两件事情在我脑底面 一个就是我知道廖宇 对整个行业的构想和了解都是比较深入的 那在这个基础之上 咱们这个华人电力圈需要做些什么样的事情 才能够把这些力量 我觉得力量其实是不缺的 但是怎么样才能够把这些力量都能够串起来 然后做成一些事情 这个是我觉得可能想跟廖宇做一些讨论 因为我虽然现在不在电力行业 但之前也在咱们NACPTA 包括美中立分的学会 还有包括一些就是非组织性的 都有很多过这方面的交流 我感觉在这个上面 很多人都在一讲 但是很少有人能够把力量聚合起来去做 这是我可能觉得一个想听听廖宇老师最方便的想法的 另外一个就是在这种重资产的情况 重资产低回报长期投资 这种行业里面 作为个体有些什么样的一些机遇 或者说有些什么样的经验 包括是可能过去几年的一些learning 可以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想应该会对我们所有人都会很有帮助 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全世界搞电力的人怎么样联合起来 当然首先要紧密的这个依靠我们北美电力协会 这么好的组织对吧 召集更多的美国欧洲的优秀青年来加入 然后呢形成一些稳定的持续输出的这样的一些声音 其实我们这个行业啊 就是包括我 我算是感到了好时候 1415年谈能源互联网的时候 包括新能源的时候 我刚好在德国做的就是调度 再加上呢我虽然是个理口生但是文笔还不错 这个稍微夸一下这个关键是文笔不错的人一般口才当就是现场的口才不会太好 一般都是闷骚的人文笔好刚好我还都还行就是就是既可以卖文也可以这个你像我之前做过主持参加这种直播也都没有太大的压力 然后呢就写了很多文章传递了很多观点然后被大家看到也不得不承认有些观点还是影响了一些 我个人觉得在我们行业里面我们每一个从事这个领域的人要克服三个局限性 第一我们这个行业很多人在这个行业什么叫保守就是你这一辈子可能就卖搞了一个设备的调试或者是某一个曲线的优化 你对整个这个行业从生到死从头到尾怎么回事你还不一定搞得清 就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避免就是你比方说我碰到很多人他在西门子里做变压器的 他就只知道我这个变压器历词这一块怎么搞 但他其实在西门子还有足够的条件看内部网看各种知道我西门子这个新能源怎么做的 电力调度怎么做他其实是有这个机会但是由于工作的疲累和各种其他的原因他就没空去搞这个事情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当西门子不卖变压器的时候或者这个东西被淘汰的时候一直滑掉 这个人就不会再有任何其他的市场 这件事情是我们一定要避免的就是我不管你在某一个点上有多钻 但是你一定要有一个overview就像我经常说一句话你不但有view还得有overview 这个我们一定要去避免 第二呢就是实际上目前来讲的话 我们这个行业不管是德国搞电源转型中国搞电改美国在搞各种的一些的技术 我个人觉得干个20年如果你发现自己还达不到一言九鼎 这挑一个脚正的自己单位的老板或者各种人怕的要死 你达不到这样的水平的话你就20年就够了 你就可以放弃利用你的经验去干点别的什么 一定不会有坏事 你哪怕比方说我到特斯拉这个我看今天参会的名站里面也有埃罗马斯克嘛 我也觉得很高兴包括这个特斯拉包括各种你也可以去体验一下 反而会包括你到阿里去做反而你 并不很专业并不顶尖的专业在别的行业需要你的时候可以更加的呼唤你的家 这件事情很重要 第三我们这个行业在资本运作 就是很多人说是我要创业搞一个公司包括很多教授啊 高级工程师啊搞人工的各种他其实并不知道一个startup怎么成长起来怎么样到更大的这样一个企业 他包括资本的运作包括怎么管理他都不是很清楚包括金融的东西 尤其以后电力交易要有很多金融包括这样的人才进来 就这一方面其实我们这个行业的这个包容多元的这个容纳人协作能力实际上是很差 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些我们发展的机会 我个人觉得未来在我们这个行业里我们谈的真正的创新 不是说封死在我们这个行业本身那些设备端产品端和解决方案端的创新 是有没有人可以搞出一个就像低价车搞出来之前没有人 除了出租车公司没有人运营出租车公司 这种模式搞出来才是真正的我觉得模式端正的一个很重要的创新 有志于死的人应该利用了这样以前的一些经验 然后我们好好的去把这个以后发挥出来 低价达车可需不需要当过司机的人他肯定需要 他需不需要会修车的人他也需要 他需不需要以前在车场或者各种地方干过的他肯定需要 但是他并不需要你在那些单位以前是世界一等一的人才 中等片上就会 就像未来也是一样 我觉得咱们这个NSBBA平台可能正好有这个机会 我非常期待就是说有更多这样的一个交流 那我作为一个这个观众圈外现在算是行业圈外的人也非常希望看到 就有这样的一些就刚才廖宇老说的有这样的一些创新 大胆的可能我想可能一个传递的一个思想就是说你要大胆一些 一个是拖出自己所在的这个专业线 另外一个就是甚至是这个这个行业 有可能你现在做的事情可以在其他的一些领域里面一样的能够帮助你这个得到机会 我想补充一点我想补充一点就是说很重要的一点是 这是我完全自身的体会选择合适的老板 就是在很多时候有人说你的你的成功和成就也好可能是可能是轨道选对了 可能是平台选对了同时有可能是老板选对了 就是同样一个人我看过很多这样的一个情况 当你有一个就是说公司里面算是sponsor也好 或者说是一个非常能够valid这个对你的能力有这个信任度的老板时候也好 你会有很大很大的平台和机会 所以我是觉得在一个team里面这个不用20年 可能就一两年就足够足够了 你大概就能知道你在这个team里面你是不是有你的发展 就最直接的就是你的职线老板和老板的老板 如果这两层都不能够让你觉得在这个里面舒服 你要去看看其他的机会 这是我想补充的一个就是 就是说第二位老师讲的是比较的这个层次比较高 我讲的是比较实际的切身的 你说的这个选老板这个我完全赞成 你选老板这个事情我完全赞成 尤其对于 这个说在美国会不会被打 尤其对于女同事来讲选老板就更加的重要 这个在欧洲可以说 在美国可能不能说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尤其对于优秀的精英女员工来讲选老板更重要 真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看因为这也是一个跳出自己舒适圈 我想很多人会觉得我努力别人看到我 我一年不行我两年两年不行三年别人总会看到我的努力 但实际情况并不定这样 这个时间会浪费很多 咱们说实话能拼搏的时间并不是无限长的 所以在你好的时候有这个动力的时候 不被很多东西牵醒的时候 如果觉得这个这条线不对你要坏 当然如果在这条线对的时候 那真的是要这个就做百分之百的努力去好好利用这个价值 会让你在短期之内得到很高的提倦 对这个对我说的我也非常同意 我也深有感触 有一个好老板真的是对你自己的发展 廖宇你觉得你今天想跟刘珊珊交流一些什么 虽然我们一直没告诉你是神力嘉宾刘珊珊 但是你觉得你想跟刘珊珊交流一些什么 我最想跟珊珊老师交流的就是 你们在美国同样这个行业的人是怎么看待 在欧洲混的这些理工男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就是你们在你们的脑子里加州人民是怎么想象 欧洲的这些公司这些状态 其实我还蛮想问 那个刘珊你回答一下我能不能问一下 廖宇你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 我就问一下这个问题 就是尤其刚才说的我们怎么样更好的团结起来 为这个电力行业这个天端家 我先问一下这个了解一个事 你觉得有一些sterotyping吗 你觉得有一些刻板印象吗 还是 不是我就是纯粹问一下 我才好奇 行 那我们看一看刘珊珊怎么回答 这是完全个人的这个意见 我相信就是可能在场里面有很多人 可能能回答的比我更好 也希望他们在group上里面分享他们的这个看法 我第一感觉就是说欧洲这一块跟尤其是华人电力从业者的话 我的第一感觉我希望有更多像廖宇老师这样比较 比较多的去reaching out 就是比较多的去进行交流 去进行分享 我觉得我从我个人的体验来说 这一块比较少 更多的是北美对中国 跟欧洲这一块的相对而言交流的比较少 然后从我的工作上面呢 接触的比较多的是当时这个新能源 包括这个德国 那个核电 核电这个叫什么退役 或者是说叫那个 Nuclearize这个职业 在这一块呢 在美国 在在我个人的这个经验里工作里面 感觉上是并不是特别成熟的一个行为 但是东西来说感觉是交流不够多 对我也有这样的感觉 好像在这边很少听到有欧洲的声音 我们真的是也很希望 所以我们以后一定要多请这个欧洲的同学 以后有时间也 请料理过来 我为什么这个 因为我现在有一种直觉 就是我觉得未来的十年 中美关系是几乎决定 这个世界经济怎么走 这个事情怎么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系 这个中美世界的这个关系 不展开了 9点半 哎呀 我看咱们也聊了一半小时了 非常高兴 非常高兴 那个珊珊和廖宇 之后你们还有什么要跟彼此 或者大家说的吗 廖宇你先来 我是非常感谢我们协会给的这个机会 我今年借着这个疫情的时间 这个我本来也是在gap一段时间 然后我就仔细思考了一下 这个我奋斗的前半生和这个行业 我现在特别想做一件事情 我刚才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 我特别想做一件事情 不管是中国的北美的还是欧洲的 就是组织一些 有兴趣在这个行业做创新 不一定是start up 包括各种创新都可以innovation的人 花点时间在欧洲啊 欧洲其实有很多国家 完全都不一样 我还知道很多片门的 美国啊 包括美东美西也不一样 各地方也不一样 亚特兰大和这个民进苏大也不一样 包括中国 中国我也很熟 多走走看看 扩充一下视野 就别的先不说 先把这个site view 把这个东西做好 我觉得了解了解 就已经功德无量了 说不定还能发财 对吧 这个事情能做好 这个其实是一件很好 因为我刚才问这个问题 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 我这不是夸自己 就相对来讲 我周围的人和我 我敢说我对中国和美国和欧洲的 电力系统和整个状况 包括澳洲 我相对比较了解 但你要到这么找一个 在中国和在美国的人 我感觉你找不到 至少 我可以说英语也可以说德语 还可以说中文 而且都还不错 你倒过来找 你找不到 所以 趁着我还活着 没有被新冠疫情击垮 我们多串一串 包括非洲 因为我以前在西门指头 负责非洲的一些项目 我还算真的去不过很多地方 所以我觉得这个 你看一下各国 怎么搞威网 这个储能 那边又叫什么弹性电网 透明电网 主动配电网 又搞什么数字化 那里又搞什么电表 还搞什么载波 载波 这个载带宽带 各种的 其实电力系统很好玩 这个我们搞一搞 不说赚钱吧 有益于身心健康 扩展知识 绝对是好事一件 大家同意的话 我们得疫情结束 就可以先搞一个 我本来今天三月份 是要去 是要去加速的 我本来要去度假 包括去玩 结果被他搞掉 对我们搞一个德国考察团 然后请廖宇给我们做地培 对啊 那我先报名 绝对可以 我说两点 这个专业上可能 可能不够资格 所以我在其他方面 这个算是挑战一下 廖宇老师 我有两个事情 不太同意 第一个是关于说 这个可能没准 搞不好新冠之后 就大家都不行 这个完全不同意 这个新冠的影响 可能会很大 可能会相对而言 控制得很快 这个有可能 但是总体来说 我是对今后 还是处于比较乐观的 这样的一个人 就是对大体 当然到每个个人 是不一样 但是对总小人 是比较乐观 所以这个我是 跟廖宇老师不同一点的 第二个 刚才有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点 就是说是 就是对于整个 这个中国也好 美国也好 或者是欧洲也好 甚至说其他世界各样国家 有没有人会比较了解 其实我觉得 这样的人是有的 但不一定在问平台 然后是不是 怎么样能够吸引到 这些人 然后能够更多的 出动交流 这个我觉得可能 也是协会 可以考虑的一个方向 然后最后想跟说的 就是对协会 和大家来看 我觉得就是 协会提供了 这样一个平台 但是协会 这个平台的 作用能有多大 完全都取决于 平台上的人 做的有多少 做的有多多 或者说 所以我觉得 特别特别希望 能看到大家 能够利用好这个平台 像今天有70多个人 每个人都有很多想法 但是可能还没有机会表达 可能还会有一些 好的一些 这个活动的计划呀 如何利用这个平台呀 等等的 我觉得就是 如果所有人 都能把自己想的一些贬低 拿出来 讨论出来 开始做起来 不用一下 做都很全 但是只要开始起来 并且把这个 像一个这个火炬一样 能够一直往下传递的话 我非常看好 大家在利用的 一个平台之后 并且同时来建设 这个平台 能够给所有的人 带来更多更多的反馈 所以这个时候 不是简单的 进去一份来出来一份 这个是 是那个几何期增加的 所以我非常 这是我想对大家 说的一个视频 也希望NATP 以后多组织 这样的活动 有那么多大咖 可以这个 可以今后 可以利用起来 多谢 多谢 这个 我们也是很有感触 今年是NATP 第11年了 那我们也是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是第一次尝试 用直播的方式 来进行一些学术交流 那今年我们的一个任务 就是通过创新 来满足大家 各种各样的需求 能够给大家提供 更好的服务 所以像珊珊说的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参与我们的工作 多给我们意见 比如说今天我们的直播 你觉得做的好的方面有哪些 做的不好的方面有哪些 包括我们会把视频 post在平台 各种平台上 然后大家也可以 follow up 去讨论一些问题 那未来如果您想 听哪方面的讲座 讨论哪方面的话题 或者您在生活中 发现某一个人 像珊珊说的就是 这个宝藏大咖 可以推荐给我们 然后我们把它发掘出来 给大家呈现 那下面就是广告时间了 这个下期和下下期呢 就是我们在 Ariel工作的 这个王斌 他们策划的讲座 然后下下期应该是 在西门子工作 短秒同学策划讲座 也欢迎大家这个 关注我们的各个平台 发布的信息 参加我们的活动 这一期活动的策划人 是在Lawrence Livermore 国家实验室工作的 黄灿同学 黄灿同学今天比较忙 担任这个同学 所以就没有机会 跟大家打交付了 那也感谢黄灿的努力 这个前天后后非常忙 然后今天的录像的工作人员 还有在Ariel工作的王斌 还有在这个机翼工作的刘萍 还有感谢在LLC工作的 公训会 还有这个其他的工作人员 一起的支持 那就一定感谢大家 还有感谢在线 这么长时间来 跟我们进交流的同学 然后我们线下接着交流 并且在以后 跟大家的见面和线上交流 今天感谢珊珊和廖宇 参加我们的活动 那大家就保重 好 谢谢大家 大家就祝盐天 好 非常感谢 爱罗马斯克 真的参加了吗 不可能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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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